大家好,欢迎来到TW开讲 那现在是1月8号的礼拜六下午的3点18分 那今天非常开心 我今天去记忆国书屋的时候 然后习惯性的 我就去那边逛书店 然后在里面 终于这么多书里面一本一本的翻翻看看 终于找到这一本 我找了很久的这本 宇泽乙 他的这本投资术 那这本投资术 是他最新的最新的创作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他的一些想法 因为这个我们大家 他里面最有名的一幅 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他有讲到说 不辞鸟大复活 不辞鸟大复活 不知道看不看到 不辞鸟大复活 好 这边好 不辞鸟大复活 主要就是这一本就特别在讲到说 你这个故事鼓励了非常多的人 他因为非常激进 他非常的我们讲说 他非常感觉冒险 所以中间当然会吃了很多苦头 但是他也曾经讲过说 如果连坏名声都没有的话 那这样子就太不够意思了 所以这个就是 那我的社团 在我的六本目 描述预言难的这个社团里面 有非常多 收集宇泽义 的相关的资讯 如果连一台法力都不能买的话 那为何要被 要生存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是非常有名的 宇泽义的一些经典的 这个算是他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好那这一本书 那我再慢慢看 到时候我有时间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里面精彩的内容 那我还是习惯性的 因为最近刚好在写 Python程式 所以写一写 我也是每天都会分享一些 我写程式的一些心得 好那今天是假日 没有开 这个没有开盘 所以没有开盘 所以他没有办法 georder这个报价程式 没办法能够跑出个即时资料 所以他所有程式都停摆 那我就干脆自己来写一个 georder的这个程式 我自己送资料 自己 所以我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送资料是怎么写的呢 大概的写法 就是首先你先把昨天的 昨天的档案 我们的报价 我们叫i020的那个档案 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 我再开另外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每一秒钟 他有一个时间的模组 每一秒钟 他就把我们读出来的昨天的报价档 每一秒钟就送出一笔 到新的报价档 就今天的报价档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等于说 我今天有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的报价档 他是没有新的报价进来 没有新的报价进来改变 让报价档有变化的话 那我们的所有的交易程式都不会动 所以我平常有时候写程式的时候 并没有在交易的盘中 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写一个 会自动随时产生报价的一个程式 让我能够测试 我的交易讯号 有没有正确 总不能每次要等开盘的时候才能测试 所以刚刚就写了一个程式码 就是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个写好的这个码 给他执行看看 所以他就真的就是把昨天的资料 一笔一笔的送出去 送到另外一个档案 那因为我是本来应该是可以把它 可以跑很久了 但是因为只是测试给大家看 所以他看他能够写到 我们的正常的C叠 我们正常的报价资料 我们就放在今天的日期 我就把它产生在昨天的档案抓出来 放在今天的这个报价档 对不对 我刚刚送出十笔 所以你要更多笔的话 你就让他报九点 OK 所以我每天都会写一点程式 这个就是原子习惯 那我每天也都会看一些日文的书籍 来增广建文 所以今天写完程式 晚上我就把刚买来宇泽义 这本投资书 这本OK 这本书把它看一看 有心得给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好这边 我们下次见